好 先来看桃园的某医院发生了院内感染 继先前的一个医师还有护理师女友确诊 昨天又新增了一例医师染疫 但是接触过的人都还在匡列当中 今天早上就有不少医护再一次来到急诊外头裁剪 不过今天医院的门诊虽然是正常 但是看诊民众比较少 也有人是到了现场才发现改成视讯看诊 医院门诊病患不多 桃园这一间医院发生院内感染影响患者意愿 有和染疫医护接触过的人都必须要居家隔离 因此虽然医院的门诊是正常的进行 不过像是感染科等科别的部分医师 就必须改成在家视讯看诊 家属说还是一样进入诊间 但是由其他护理人员协助用手机视讯和医生对话 毕竟不是面对面还是比平常多花一点时间 其实人数比较少 看诊人数少 就是也怕被传染到 戴口罩过来也是手都有用酒精消毒 其他看诊民众防护也做足双层口罩 甚至护墨镜 还有人为了出国预约筛检 不只穿雨衣外可口罩不够 还要再盖N95 因为新确诊的医师疫调还没出炉 18号上午也有不少医护 再来到负压隔离舱裁检 就怕有漏网之余 华日新闻夜伟成张荣福 SBC小组桃源报道 医师的感染源其实都还在调查 不过专家说 现在跟病人接触的时间长或是短 其实已经不足以判断 到底会不会被感染 因为这院内环境 可能都已经被病毒污染了 接触传染成了病毒传播的重要途径 所以他们也建议了 应该要全院都完整的消毒过 再来实施区域划分 而且如果之后有不相关病逝的人 又染疫 那就要考虑停止整个医院的医疗行为 桃源爆发院内感染的医院 一天一天感染不断扩大 甚至最新确诊的案856医生 他和案838医生 甚至只有短暂面对面 一起治疗病人十分钟 而且双方都戴口罩 到底怎么感染的 有一个很大的压力 直接撑到你的口罩上的话 还是有一些非默会穿透你的口罩 另外就是在医院的环境里面 可能到处都有被病毒污染的危险性 常常做守护的消毒 那注意自己的手都不要去摸自己的眼睛 鼻子嘴巴 医生强调相处时间和距离长短 只限非默感染的防疫 但染疫与否的标准 应该要加强接触感染的风险 那要整个晒一遍 到底哪些地方是干净 哪些地方是安全的 来决定说你的活黄绿 划分的到底正不正确 医院的人力呢 百分之百的分仓分流 是还是有困难的 如果真的需要完全分仓分流 其实建议是要去做 专责机构的手指 你根本把它当作两个医院区在处理的 可是那个需要很大的资源 台湾的医疗量能在这个时候是很紧的 因为我们现在有很多国外回来的人 目前要处理这块人口 就已经花很多力气了 如果再有医院爆发院内感染 会对我们来讲会非常的吃力 所以最好不要再发生这种事情 就怕现在的院内感染往外扩散到社区 专家建议不止医院附近的诊所 最近要紧盯看着民众 有症状就通报筛检 如果院内发生两个不相关的病逝 有人缘染疫 就得考虑停止医院所有的医疗行为 才能把传染途径完全阻隔 华氏新闻王兴英黄瑞玲台北报导 想看更多优质影音 那就一动手指订阅华氏 或是下载华氏APP 一起华氏市选华氏